有本事通通事先讲 据标股基因两年前标过1250%的标股 今天大拉尾盘 13个月超级底部完成之后 礼拜六最强战报 会给各位最强的预告 粉丝团的粉丝都可以看到 先帮我做订阅再扫描QR Code 加入粉丝团就OK的 好再来有没有 一路分享的事情 今天又大涨6% 161%的 系统喷了162% 那深泉箭头喷了三成七之后 9月分享预告的圆钢 已经先赚5成6了 今天还是喷涨厅 来看证据 四星就这个箭头 轻松爆赚1.6倍 系统这个箭头轻松爆赚1.6倍 没错吧 圆钢 9月18号出现箭头 节目当天就分享 先赚的5成6 今天还在喷涨厅 他就要把握这个节奏 8月系统箭头 9月圆钢箭头 10月深泉箭头 那下个礼拜进入11月了 全新的箭头 下周三就会出现 让大家霸气来做把握 另外下个礼拜台北股市 继继续逐底 逐出美利底部 等待季线扣低 然后翻扬突破的契机 那暴跌后的隔壁 的暴力就会出现 另外独家预告 美国股市五波修正 即将结束 我们今天节目 大家同步来看 超卖的讯号 请各位一定要锁定哦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 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哈啰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点股曾经的节目 今天是10月27号礼拜五呢 台北股市昨天有没有 大跌江老师下午解盘 晚上发文给各位超卖讯号 超卖后今天果然反弹 好 待会来看哦 美国股市也出现 五波下跌后的超卖 待会给各位看证据 然后呢 超卖后的反弹还不够哦 台北股市还要花 六天到八天左右的时间 逐出漂亮底部 当漂亮底部逐成完成之后呢 构筑完成之后呢 配合扣低的季线 然后呢 下礼拜特别留意 OTC能不能领先大盘 因为它离季线比较近 扣低之后呢 能不能出现一个红K 下礼拜预告 OTC近代一根红K表态 那根红K就可以确认是 11月跟12月 大盘要绝地大反攻的 号角 催响的讯号 所以待会请各位 一定要把我节目看完 都有很强力的预告 规划的蓝图 来 11月12月绝地大反攻 我是非常兴奋 而且非常期待 我待会给各位节奏 把握住这个节奏 因为你一定要配合 扣低的均线 才能够对它先认识清楚 认识清楚了解后 才能够充分的掌握 未来大反攻的节奏 待会给各位做完整的教学 另外有没有 你看这个礼拜二 我预告二度背离 真的反弹 可是头这边 尊重这个季线 我们预告还要两周 两周后站上季线 扭转之后 才会就会碰出 没错 给各位很务实 最真实 最专业的基础分析的解读 有没有 还要两周逐出漂亮底部 没有错 所以都按照我们讲的节奏来 好 那昨天是不是果然又破底了 头发背离 背离这叫什么 加上九天后今天扣低 还有什么 OTC是在更强 所以我说过 你不要因为破底了 然后很恐慌 有没有 价值投资 昨天破底一定恐慌 可是我说什么 头这边 超卖 你看去年 你看头发 你看这个去年 12762超卖 这个超卖 有没有看到 这个超卖 这一波喷了2300点 一月份的超卖 1001 头都是朋友 为什么会出现超卖 一定是跌 有没有 因为之前下跌 因为有下跌 才会超卖 有没有 超卖的口诀是什么 散户卖过头 才会超卖 主力会趁散户卖过头的超卖去做低阶 是不是 所以散户卖过头 主力会低阶 这是超卖的讯号 投资票 你看回顾 从去年12762以来 4次 4次超卖都是低点 当然不是立刻就狂闷大展 可是投资票一个月过后都是赢家 所以投资票 昨天破底 昨天的时候16073 江老师给各位独家超卖讯号 没错吧 你说去年跟今年初 两次一个月过后 都喷2000点 1000点 所以昨天16073超卖 我的看法是 6到8天后 它会爆喷 有没有 所以把握这个节奏 有没有 另外待会也给各位看 如果台北股市超卖 如果美国股市没有超卖 可能弹幅会不大 当美国股市 也跟台股同时出现超卖 那个讯号就会更强烈 所以待会我的技术分析的教学解盘预告 请各位一定要完整看完 如果有看不懂的地方 可以在粉丝团问我 或者是说 6日的时间 重复多看几次 来投资票 下礼拜台北股市有个任务 要逐出美利底部 然后等待季线扣低 突破的契机 未来一旦确认之后 我的名言又可以拿出来再用一次 暴跌的隔壁都注着暴利 这是千古不灭的定律 请大家拭目以待 眼光有多远 财富就有多大 从现在开始 你给我三个月时间 我会给你满满的暴利 请大家一起来把握住这个机会 你看这个安泰克 安泰克 头这边是不是跌 跌一样讲一样讲 头这边低档布局 低档布局后 喷出可以获利减码 是不是 昨天看 我们卖股票是趁拉长红减码 没错吧 翔硕 744赚到1395 头这边这是爆赚的全员霸气 有没有 翔硕APP有744的买点 他喷到喷涨停1395 你绝对不是涨停板才追 这是姜老师跟我讲的 坚持主身专攻起涨的必要条件 秦城 利空来的不离不弃 这是我们的专业 没有 用专业 用未来产业的趋势去战胜市场 你看 我在低档买秦城 节目当天买当天讲182 好 喷到248创新高获利出一半 拉回来因为利空得到成本附近 坚持不离不弃 不离不弃真兄弟 没错吧 右喷涨停投资朋友 未来的青春我们还是持续看好 有没有 好来投资新的股票 这是扣3D 投资你看这是月K线 月K线扣3D 一个月两个月盘底 他竟然盘底盘两个月后面大爆喷 是不是你必须有这种雄心壮志跟眼光 现在经过长波段下跌又扣3D了 所以这一定是长线的好股票 另外我们讲了没有 你看投资标股基因 他两年前这里标到这里 总共标了15个月 投资没有 你有霸气爆党标股 爆15个月吗 爆15个月你可以赚12倍 没错吧 投资又来了 经过一年下跌 经过13个月盘底 你听到13个月盘底 立刻想到系统 投资再看一次 来看系统 2363的系统 投资没有13个月 盘底13个月发动 吓死人 你看系统的模式 三个月一发动 喷了162% 投资没有我认为很有机会 今天尾盘大了 狂辣尾盘 投资本注意看 他马上月线MACD要翻红 那一旦翻红 就是长空结束 转长多 所以这档股票 请大家特别特别留意 那按照APP的设计逻辑 快的话下周一二会出现 10月份的月见头 那假设下周一二不够强 那你下个礼拜三四 11月份了 11月份也会清 投资本 为什么 因为再过再会变一根 会多一根出来 多一根出来之后 10月份按照我的经验 很容易出现月见头 好来哦 13个月判定 突破一突破二拉回三攻击 有没有 所以务必领先报名 先报名当他启动那个刹那 我会抠全部的会员 从同时做买进 请各位把握住这个机会 另外各位解释他这个大盘 很重要 因为今天这个大盘 各位解释得很清楚 那11月份绝地大反攻的节奏 才能够帮大家来做全程的掌握 专业技术良心爱心 永远给大家正能量 满满的幸福的人生 我们各位讲过 前两次机械没有过 一而再再而三 三而不解大喷发 有没有 为什么会做拉回 因为季线两次都还没有翻扬 没错吧 有没有 我们预告二度背离之后会反弹 有没有 礼拜一预告礼拜二反弹 投资朋友 是不是我很务实 没有 我没有因为 马上验证二度背离 各位讲说立刻要狂喷 还没有 时间还没有到 投资朋友 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不解大爆喷 懂我意思吗 那个礼拜二各位就说是 大概这个10天 10到12天左右 两周后 没错吧 还有两周要逐出票的底部 所以你不用急 跟上最强就对了 投资朋友 给各位看底气 台北股市九月出口已经逆转胜了 景气的春夜已经来报道了 园区说过去三个月是轮动式复苏 未来三个月是全面性复苏 请你记住 我一再的永远都是领先市场预告 红基董事长也来做印证了 来加持了PC的产业春天来了 没错 他跟我在园区问道的独家讯息 是一模一样 是一致的 然后用产业的用电量 也再来做加以辅佐 加以认证 真的啊 也是终结点十字黑啊 景气好 用电量才会提升 没错吧 所以这是春夜明显报道 多一个证据 好投资朋友 在整个景气即将摆脱谷底 要进入复苏期 那股市的低档 二度背离超卖 绝对是机会 懂我意思吗 所以昨天各位讲 跌到16073 你很恐慌 我很用专业 我用心 给各位温馨的叮铃跟提醒 好不好价值性投资 很难得因为大跌 才会有价值投资 这四个字可以来做试用 有没有 投资没有 去年12762 是不是你很恐慌 可是超卖 主力K值小于20超卖 超卖的口诀 我都给各位讲过 对不对 散户卖过头 主力会低接 没错吧 好 去年12762 后面喷2300点 今年14001 一样超卖 主力散户卖过头 因为下跌 主力会低接 后面喷了1600点 这是今年第四次 昨天是今年 去年以来第五次 今年第四次 去年以来第五次 第五次散户卖过头 主力会低接 叫超卖 懂我意思吗 超卖后 近代主力成功的讯号 我会每天跟各位做教学追踪 另外来看什么 美国股市独家 全台湾之后 江老师有能力时间讲 美国股市五波修正将结束 因为他也出现超卖讯号 来投卖先看这个 好 来看美国股市 这是纳斯达克 来 你看是不是很明显 去年十月 好给各位画图 好OK 去年十月是超卖 好今年一月超卖 三月超卖一次 现昨天晚上也是超卖 是不是 来投卖注意看 去年十月低点 今年一月低点 今年三月低点 当他出现超卖 请问了你用我在你的口诀 散户卖过头 主力会低接 请问后面有没有涨 投卖是不是 所以这个超卖 绝对是波段相对底部区的信号 好了 那看过去纳斯达克 三次超卖 后面全胜 没有输过的证据之后 来看现在 纳斯达克说什么 二度贝利 两次破前低指标 没有破前低 所以投卖答案太清楚了 答案太明显 给各位打字做个说明 来二度贝利 二度贝利加 贝利 二度贝利加什么 加超卖 没错吧 真的出现超卖讯号 而且是什么 12345 明显 五波结束 没错吧 五波修正 加什么 你看 FED因为股市这样大跌 绝对没有能力再升息 确定没有能力再升息 最快明年最慢 明年五月就会降息 明年五月降息 资金提早三到六个月反应 所以投卖答案就是11月了 加上什么 资金从股市测出的资金 回流之后 那就是11月12月 所以投卖几乎笃定 11月加12月 投卖答案就是江老师 领先全市场 用最强的专业 还有资金面 技术面跟各位讲的 1112月 美国股市会爆盆 投卖答案 跟各位讲 这个图 请你先记好 然后也是回到长均线 没错吧 好好把握 当然不可能V 不太可能V转 进入一个什么 进入一个打底期 一个短暂打底期 我认为会非常漂亮 所以说这是什么 这是台北股市 1112月大反攻的号角 它的底气 这是我们技术面观察的讯号 懂我意思吗 所以各位讲 10月不好做 度过之后 11月12月 一定要反败为胜 一定要爆赚 请各位加油 江老师 陪大家一起加油努力 请各位持续锁定 这是第一个 纳斯达克 OK 再来 好 来看这个 美股看完之后 来看投资标 台北股市的逻辑 来 投资标 一样 对应到台北股市 再画一次 来 超卖 散户 我换黄色 会卡清楚 来 这是超卖 一次超卖 两次超卖 三次超卖 四次超卖 五次超卖 有没有好 你从去年一二七六二以来 一次两次三次四次 有没有 四次超卖之后 就是第五次 好 那经过再过六到八天的主底之后呢 我认为他就喷出了 好 请各位把握住这机会 把握住这个机会 好 那我今天特别在用什么OTC 做更强烈的教学 投资注意看哦 好 注意看哦 好 今天OTC说到这个位置 你看 昨天藏黑很可怕 今天红黑舒服一点 有没有 好像是人性 没有办法 投资 可是你要把什么趋势看清楚 来 这是今天的扣底价 来注意跟各位数馒头 来 123456 是不是六天 六天后就扣到目前的这个位置 好 注意看哦 我画图跟各位做教学 加得有空可以多看几次 来 六天后是不是扣底这一根 就是位置跟现在是一模一样 是不是 也就是说六天后扣底 来投资 也就是说六天后的OTC制纪线 会达到这个位置 快速下滑 也就是说投资 你会发现 六天之内 六天后 然后呢 OTC只要出现一根红K棒 它就可以几乎99%的信息水准 把这个空头把这个空头的修正 做个总结 然后呢 展开多头的大反攻 没错吧 这是逻辑 因为那个时候 下降反压突破了 季线顶到了 季线不是顶到 开始因为扣底走平翻扬 一根红K棒 翻扬速度会更快 所以投资答案出来了 给各位做打字哦 打什么字呢 注意看哦 好 这OTC呢 六天后 六天后 六天之后翻了什么事情呢 季线就有机会 我们讲的 这个一而再 再而三 三而不解 大喷发 有没有 一次 两次 三次 第三次 很有机会 配合季线 扣低翻扬 太棒了 就是主力的节奏 好 那这样什么 就让大盘 是不是超卖 各位讲过了 还有什么 连美股也超卖 没错吧 没错 就是说 在这种加持之下 一样 一根红K 红K可以扭转 扭转中空 转中多 懂吗 这样就很清楚 就说 这什么 这是大多头的前兆 大多头 大反攻的讯号 都帮各位 先把这个节奏 先把它拟定清楚 有没有 你看 你事先做好准备 请问 当他这个讯号出现 你敢不敢拼 你要不要拼 东西 所以我跟各位讲 8月 9月 10月 中段修正 即将结束 一旦结束 那个力道是非常之强劲 请各位务必把握 我记得在礼拜三的时候 我送过大吉安 有没有 一张图 很简单 这个周转的图 有没有 他会提早大盘 一周扣3D 一样 我明天最强战报 各位再讲一次 所以同志们 看清楚了 全国最强的技术解读跟预告 请大家一起来做把握 好 OK 再来 好 我们回到这边 有没有 所以各位讲 下礼拜台北股市的任务是 逐出美丽底部 然后配合季线扣低突破 暴跌的隔壁 总组的暴力 我认为 你看投资朋友 很多股票修正 轮流修正 修正到尾巴 一旦翻多 那个力道会快 而且强 很快速 幅度很大 强度会非常之大 即将出现 你现在就必须领先市场 这是我为什么天天 事先预告的原因 让各位提早做好准备 那一旦赢在起跑点 那过去不好做你输的 通通可以反败为胜 懂我意思吗 绝地大反攻 你看 我很兴奋 我很期待 我连这个节奏 通通利用 事先节目的教学预告 帮各位做掌握了 邀请各位 一并的一起来做跟上 有没有 扣3D 一定要学会来投报 这是绝技 华讯扣3D是喷出 好 不是喷出才追 这是80块的得胜 扣3D 今天已经看到90了 没错吧 不是喷出才追 再来华信光 139的华信光 141 节目是不是教学 未来扣3D会喷出 来投报 好 讲到三次扣3D之后 来看 投资朋友 OTC下周还没有 两周后扣3D 有没有 两周后 他的再一次 我把时间标记清楚 用红K 比较有感觉 下周还没有 盘底 两周后扣3D 投报扣3D 是不是 所以投报 我认为11月份 绝地大反攻 为什么 因为扣3D 马上要出现了 站在下周角度看未来 就是扣3D 懂意思吗 所以务必把握 通通都是领先市场做预告 有没有 都是我苦练的技术 所有会员跟APP用户 都可以在官网上来做学习 来看我们11月份 把各位准备什么好菜 来投资票 系统第二 今天有点小压回 一样看好 因为是长线 八年大底部了 然后坚持主座主持人 来投票 来回顾 APP一定会把未来会喷的 通通帮你选出来 四星 1295喷到2910 未来我说过 错过这两次 我要买第三次 拭目以待 我会找额机买第三次的 这个四星 想要跟上的务必把握 那华城12喷到322 一样持续看好 你看这爱普 180285报到400 目前368不卖 就是不卖 因为未来还是会喷 你相信我对 从来自园区的 最真实产业大成长的声音 主生APP太强大 请问一定要拥有 再来投资票 把主生起掌做好 一生幸福圆满 来看证据 投资你看这个节奏 我马上要端出11月的好菜 来投资票 验证一下8月份 系统8月日箭头 8月有出现月箭头 160% 好那9月呢 9月圆缸你看 9月18号出现圆缸箭头 24块钱当天讲 节目截图为证 当天讲圆缸 然后呢24喷到37 有没有 喷了56% 今天还在喷涨停 好那10月是谁 10月是申权 申权36 10月3号月箭头 喷到19 喷了3成8 没错吧 好了 你看这个今天还在喷9% 有没有节奏 8月月箭头系统 9月月箭头圆缸 10月月箭头有生权 那请问下周三出现月箭头 你跟不跟 一定要跟 所以邀请大家 你有今天礼拜五 还有下周一二可以做报名 万一他迟 因为他你逼近要出现箭头 如果下周一二提早出现 我提早发提早这个通知 所以请各位务必赶紧把握住这个机会 你看这个中山 这个箭头145 你还喷到170 不是喷到170 媒体写利多才追 懂我意思吗 领先的价值就是 赢家跟输家的最大差别 有没有 媒体喷出才给你利多 不行 不能去追 那种形态的股票 有没有 就有 178喷到230 你今天才追吗 不行 因为我已经出掉了 没错吧 加币期看好 809喷到89 今天有拉回 一样看好 再来看合情控 51.4喷到56 昨天拉回 我说一样公开讲 我没有因为股价跌 然后就不讲 就今天一样涨 有没有 所以请各位勿意把握 11.2 11跟12月份 我认为行情 就是绝地大反攻 APP会带给你 无限的光明跟美好 坚持主身 只买旗涨 就是APP 给你的全新的标股的节奏 今年已经18档翻倍了 而且每一档都 保证是会员真实获利 中楼系来了 10月即将过去了 11 12月 尤其是12月 几乎笃定喷翻天 这是过去历史的轨迹 而且每次12月来年之前 如果前面是跌的 后面会喷更凶 这是历史的轨迹 所以请各位务必要把握住这个机会 梦想需要你的霸气参与 就可以实现了五波修正的美股超卖 我今天讲了给各位独家分享过后 也做过教学 下周指数逐出美丽底部 配合未来季线扣低突破气筋 暴跌的隔壁 总住着暴力的那个暴力 邀请大家一起来做掌握 11 2月绝地大反攻 已经给你节奏了 那全新标股 11月出现的 第一个月箭头的标股 它可以复制系统 复制圆缸 复制升权的模式 今天就邀请大家提早做好准备 邀请大家11月份 下周三理论上一定会出现 提早两天我们的提早做发动 拿出霸气把握 来留言 或者是0800668085 来天做咨询就OK的 节目最后记得帮我订阅按赞跟分享 祝各位操盘顺利拜拜 喜欢我的影片 觉得我的影片很有深度 而且可以学到很多 有用的技术分析 一定要帮我订阅按赞分享 开启小铃铛 并且接收全部哦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